好,那我提醒一下 開的方式都一樣 開的方式跟我們剛剛開的輪圖都是一樣的 他要注意的就是說,馬力比較大,輪力比較大 然後速度也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進彎前,早一點收油門,早一點踩煞車 記得,早一點收油門,早一點踩煞車 方向盤還沒轉直之前,盡量不要全油門 或者是油門不要開太大就對了 還沒轉方向盤 方向盤還沒轉正之前 盡量油門不要開太大,不要全油門 再來,有手煞的注意一下 不要再轉彎的時候用 不要再進彎的時候 就是你在方向盤直的時候可以用 不要再轉方向盤的時候用下去 就是你在煞車的時候 轉方向盤之前你就要放掉了 好嗎?不然前面咬住他就推出去了 注意,然後記得早點收油門 早點踩煞車很重要 好,現在就暗,有開燈 可是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亮的 還是帽子會反光的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真的看不到,不要太復讀 好,明天再來 記得,真的看不到,不要太復讀 真的看到的時候,在 明天再來 看清楚之後,再踩油門 不要看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踩油門 前面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好,再來我們有三台車 所以等一下我會讓你們距離拉開一點 如果車子距離變近了 我會看哪一個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我會讓他先走 我會在直線上面讓你們停下來 然後速度快的先走 讓你們拉開距離之後再走 不要說跟很近 前面有一個spin 後面,反應來不及就會撞上去了 好,記得 然後現在天氣比較冷 溫度還沒上來的時候 不要開太快 輪胎溫度很重要 記得不要下去 就一直開很快 這樣很容易就會撞到牆上去了 記得 引擎 怎麼吹都沒關係 爆了算賽車場的 車架如果撞到 車架的部分有損壞 就要撞 各位的喔 記得 不要太不許 然後真的 有八分鐘的時間 如果真的 手痠了 抓不太住 就慢慢開 開完就好 全身而退很重要 今天才出一而已 OK 記得 直線怎麼吹都沒關係 要點就是 早一點收油 早一點踩煞車 然後就是方案盤還沒轉直之前 油門不要開太大 那就是直線的時候 載全油 OK 沒問題吧 好 等一下喔 拿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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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的車停啊 你為什麼都沒看到 沒看到 還試一下 還試一下大扭力 還試一下大扭力 好 飛車 還試一下大扭力 快回到 空打來 快回到 下扭力 快快回到 下扭光了 他就算了 快扭力 再看 快扭力 大扭力 大扭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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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